今年8月底一名系纸派出所远景在追捕嫌犯途中 不胜车祸导致头部重创引勇殉职 这也让远景执勤时的防护装备够不够受到大家重视 而在市议员张景豪的协助下24号上午 民间公司就特别捐赠了系纸派出所 60顶高安全系数的安全帽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也为辛苦的远景加油打齐 这是特别定制的美国安全认证DOT规格的安全帽 这次因为薛信远景因公殉职 市议员张景豪透过系纸仅有站联络到7度 也就是当时发生意外附近的声达科技公司董事长 请他协助出资购买了系纸派出所同仁 没人一顶安全帽 24号上午举行政贸仪式 他们也希望能够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更多人重视远景执勤时的安全防护设备 之前因为我们薛信远景英勇的殉职 然后唤起了大家对警察安全防护的一个重视 所以其实安全帽它的一些防状系数等级不够高 我们也很重视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民间企业有人来捐助 防状系数很高的 那我们希望未来不只在系纸派出所 未来我们希望在其他的派出所 也有更多的响应来维护我们警察的安全 所以说在安全帽的规格上面 大家都有一个更高的共识 所以说我们同仁今天受证了这一顶安全帽 对在安全跟舒适度上面都有所提升 不同的安全帽排排站这个全新的是 这次企业捐赠安全系数高的安全帽 和之前警用的比起来安全舒适度提升 而最右边则是一直以来远警们可能警用发的 旧了又或者是戴不惯都会自己买来戴 平时执勤用 而捐赠仪式上警分局也颁发感谢状 感谢民间企业对远警安全的走势 未来警察会在市政府这边 来继续争取更多警察的防护型的一些装备 不止安全帽迷路器还有一些喷雾的安全防护的一些 保护警察自己生命安全的一些装备 为了让人民保姆执勤更安全有效率 这次捐赠价值共约20万元的警用安全帽60顶 以具体行动支持警政工作 而未来议员张景豪也将持续争取远警相关执勤安全装备的提升 维护警察安全 就程慧玲续续采访报道